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知识点 投资策略研究大势判断的方法 判断大势方法 K线 量能 空间 这个我们会在第六章的时候具体给大家讲 权重股对指数的撬动的作用 权重股 二八线二是什么 二是权重股 什么叫权重股 就是它的权很重 占比很大 这个叫权重股 这样的一些股票 比如说沪生三百指数 也许前五十三百指数是不是三百只股票 也许前三十只股票就占了整体的这个指数的百分之六十 那么我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权重股 它可以是这样去进行这个判断 这样来进行判断 那往往前百分之五十啊 我都可以把它看成是权重股 或者是大盘的啊 或者是大盘股 第五个市场强弱度 采用是A股指数和个股涨跌来进行这个比较 以周围单位 这个呢 我们会在呃 衍生工具那一章讲到衍生工具里面的β计算的时候 会用到这个概念啊 利用市场的重心来进行这个判断 然后呢通过这个指标啊 也是第六章的这个指标里面会给大家讲 第三个指示点 大势研判的超预期的理论 超预期理论的中心思想是 市场是由超预期决定的 投资者只有围绕着超预期事件进行分析和操作才能盈利 普遍预期都已经反映了目前的价格上面 符合市场预期的事件的发生 对市场的影响作用很小 只有超过市场普遍预期的事件 才会对市场影响很大啊 这我们就直接通过文字来理解就可以啊 第四个指示点 驱动市场变动的重要的因素和维度 那包括了顾客需求 这个是逐渐的去同 全球顾客群的一个成长 还有的这个全球市场的一个形成 慢慢慢慢中国的这个市场在对外这个开放啊 中国呢也是把外国的一些投资品种 现在也可以在中国来进行这个投资渠道 关键是他的这个渠道正在逐渐的这个打通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中国的投资者 已经可以去投资美国的股票 并且中国已经开始发行这个什么 开始发行这个叫中国存托凭证对吧 好 第五个指示点 投资时钟的方法 这里应该会讲到美龄时钟 他的逻辑 他的结论和他的局限性 美龄投资时钟 理论是一种将资产 行业的轮动 债券收益率曲线 经济周期四个阶段 联系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他是一个非常实用的 这个指导投资周期的一个工具 他会给你分成四个向线 在不同的阶段啊 你应该怎么进行资产配比呢 那这个对我们投资呢 只是具备主导的 这个指导的这样的一个思想 我再次强调一下 千万不要用我们在专业课上面 学到的专业知识 去做你的股票实操 因为你赔了钱到时候 真的不要怪我啊 美龄投资时钟 他的理论呢 用时钟形象的描绘了 经济周期 周而复始的四个阶段啊 经济周期 我们都知道高涨衰退 萧条复苏 他有四个阶段是吧 找到每个阶段当中 表现相对优良的资产 相对 不是绝对哦 相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什么样的时期 进行这个什么投资啊 这个过热就是高涨了 对吧 这个时候商品是往股票辞职 买商品啊 买商品 衰退就是滞涨了 那个那个萧条了 对吧 滞涨期 这个时候呢 是持有现金啊 然后呢 是购买商品 如果在衰退期的话 这个时候可以购买债券 或者是持有现金 如果是在复苏期的话呢 可以购买股票 然后呢 是购买债券 所以呢 你会发现他这一轮啊 股票 债券 商品 股票 现金 商品 债券 现金 所以在不同的时期 咱们可以进行不同的品类的这个投资啊 如果你想要这个投资的话 以哪个为王好了 以哪个为王啊 去看这个就可以了 确实啊 确实中国的或者是全球的这个经济在下滑的那个阶段 在下滑那个阶段 是美国次贷危机最严重严重的那一年啊 债券呢 是个收益率确实是涨得比较快的 涨得比较快的 而且我记得那段时间 像这个债券回购的利率有一次最高啊 最高的时候看到曾经债券回购利率在18%啊 这个这个其实是相当吓人的 现在有个百分之几都已经很了不起了 三个四 就是已经很了不起了啊 那个时候是7%8%甚至到18%的这样的一个回购利率 那么可想而知啊 那一年他的这个债券的这个债券型的基金啊 他的收益率就相当高了呢 那股票型的基金就不用就不用讲了 对吧 一块钱跌到两毛钱的是这个时期啊 好 所以这个大家记住啊 这个是美龄时钟 美龄投资时钟呢 他为宏观中观和市场研究找到了比较好的契合点 我们整个一个第五章讲的就是从宏观开始讲 讲到行业 然后再讲到公司 对吧 有较强的逻辑性和操作性 易于逐页追踪 逐月啊 逐月追踪和实时进行组合的调整 但是缺点在于经济周期的运行不是一成不变的 相反可能出现经济阶段的跳跃和反复 高涨马上到这个对刚才是这个是像像呃过热期 他不是到这个滞涨期过热期直接就到了衰退期 他会跳的啊 会跳的 好 而且你还不太好判断 现在是处在经济周期的什么状态 你真的不太好判断 好 所以呢 他也有他应用的局限 第六个知识点 第六个知识点 全球的资产配置和大类的资产配置的方法和逻辑 全球资产配置时挑选的产品呢 要从整体配置组合来看 将该类的资产放入资产组合中 要看是否对原有的资产会有贡献 我们其实也在绩效衡量的时候会讲到了一个贡献度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这个投资组合当中的证券 对你整个投资组合的贡献度是什么 他会有一个计算方法的啊 当然现在我们不用去管他啊 我们不在我们的这个考试范围之内 如果有兴趣的话啊 在我的这个基金从业资格里面啊 他的这个证券投资基金基础知识里面啊 在那个课程当中我们会去详细的讲 包括前面讲到的这个择时的能力 怎么去计算的 那这里的话呢 这是他的贡献 资产配置的贡献是怎么计算的 在那个课程里面有啊 第三个 产品本身单独运行时 要考察他投入产出比是否合适 大类的资产配置 这个全球的经济处于普遍的这个低迷 全球的这个货币过剩啊 全球高收益资产的这个细缺 其实大家都在找这个高高高收益的这样的一个资产 但是哪有这么多的好事对不对啊 总想着获得高收益的同时又不想去承担风险 他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卖了P2P啊 这个最近一个阶段买P2P的这个曝光啊 这个事件啊 这吵得非常火对吧 然后这个出了事的这些公司 跑路的公司特别多啊 所以作为一个成熟的理性的投资者 我其实一直在讲说 你真的要知道收益和风险是对等的 讲道理大家都懂 但是你为什么就会被骗出去呢 对不对 这钱为什么就会被骗出去呢 就是因为你在实操的过程当中 你永远过分的贪婪 我又不想要承担风险 我又要获得更高的收益 那说他们告诉我说 这个东西没什么风险 你不会自己想一想吗 给你这么高的收益 你不用承担风险的吗 怎么可能 那风险到哪里去了 难道由他来承担吗 不会对不对 当然我不是讲所有的P2P公司 P2P其实是资产证券化的一个产物 如果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去进行这个 整顿的话 那么这个市场其实是可以进行合规的 而且确实是一个投资品种 只是说因为缺乏法律的监管 甚至是无法可依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才会导致现在这种跑路的公司特别多 它是需要有一个监管的一个过程 当然 这个过程 怎么讲 法律总是是滞后于这个时代的发展 只有发展产生的问题 才会有相应的法律产生 所以从大的宏观的大局的角度来看 目前能够经历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其实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因为证券市场 期货市场都曾经经历过混乱期 好 第七个知识点 股票投资策略的含义和分类 股票投资管理呢 它是指实现投资效用的最大化 使股票投资组合风险收益特征 能够给投资者带来最大的满足策略 什么叫最大满足策略 前面我们有讲到过 当你的收益相同的情况下面 我期待它的风险是最小的 或者是当你承担相同风险的时候 我期望它的收益是最高的 这个叫做竞相用最大化 所以构建股票组合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降低证券的投资风险 不要把基带放一个篮子里面 这种故事太多了啊 那当然前提条件是 你也要考虑考虑一下篮子的成本啊 我买100只股票 每只股票买100股 那你成本太高了啊 考虑篮子的这个成本啊 在这个前提条件下面 不要把基带放一个篮子里啊 来降低什么 降低它的这个单个证券的风险 而是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 实现这个证券投资收益最大化 在我们的第三章里面啊 其实它还是有遗漏的这个知识点 就是去寻找这个最优的投资组合 因为效用其实是有它的效用函数曲线的啊 你要找到效用函数的这个曲线 和投资组合我们讲那个 CML资本市场线或者是SML证券市场线 相切的那一个点啊 那个点就是最优的市场组合的那个点 在那个点上面 其实是在承担相应 这个风险前提条件下面 实现它的收益最大化 好了 然后呢 这个股票的投资策略的分类 我们其实已经在这个知识点1里面 我们就讲过了啊 所以这里就不再去那个赘述了 第八个知识点 趋势型的策略 这个事件 这个驱动型的策略 相对价值型的策略 套利的这个策略 我们其实在这些策略当中啊 只是1也都讲了啊 相对价值型的这个策略 和套利型的这个策略啊 我们都可以把它理解成是 趋势性 事件驱动性啊 这个上述这些策略的类型下的一个延伸啊 当某类的股票上涨或下跌的时候 就会出现脱离其所属群体的情况 使得相关股票出现相对低 低估或者是高估的情形 提供新的这样的一些盈利的一个机会 那有一只股票 刚才我们讲均线 一只股票 离开均线太远了 但是是下跌的 另外一只股票离开均线太远了 但是是上涨的 它可能会上涨 它可能会下跌 我可以做一个投资组合 等等之类的 好 第九个指示点 主题投资 主题投资的含义和特征 什么叫主题投资呢 它是通过分析实体经济当中的结构 周期还有制度的变动趋势 挖掘对经济变迁 具有大范围影响的潜在的因素 对受益的行业和公司来进行相应的投资 那现在这个市场上会有不同的热点 对吧 你只要去找到这个热点和这个热点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公司 那么就可以什么 就可以进行这个相应的投资了 比如说国家现在大力发展养猪 我只是举个例子啊 大力发展养猪啊 那么猪飼料的企业养猪的企业 是不是就是一个世界热点吗 对吧 这个就是一个主题 现在那个虚拟啊 这个还有人工智能啊 那个AR AI对吧 像这些东西是属于现在的最热的这个点 国家呢 他也要去大力发展啊 这样的一些行业 那么行业里面的公司就成为什么热点 第二个特征啊 以对事件发展趋势预期的判断为主要基础 投资过程体现预期的趋势持续发展 或者是偏差的纠正 那这几句话做了解啊 主题投资更加强调把握主题核心的驱动的一些因素 还有核心假设的变量会相对较少一些 这是它的特征 第十个主题投资的主要的类型和特点 第一个宏观性的主题 促进经济长期发展趋势或短期变化及结构性变化的宏观的驱动因素 事件性的这个主题 某些确定的事件会提升相关企业资产价值或者盈利水平衍生的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比如说像奥运会奥运会的话相关于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些公司的股票啊 可能就会涨 那比如说在08年的这个北京奥运会啊 北京奥运会那时候 呃我记得有一只股票当时是传的或者说大家投资的这个热点啊 很高叫什么呢 叫熊猫烟花 因为大家都知道北京的这个奥运会的他的这个整个一个烟花 呃他会有这个烟花的设计啊 然后呢他的这个烟花的设计请的就是这个熊猫烟花这个公司啊 那然后呢熊猫烟花这只股票呢就大涨啊 你可以回去去看一下那个历史的那个股票的这个行情啊 然后呢还有制度性的主题啊 因为制度性的变革所触发的红利性的投资机会 比如说一改 啊一改会有相应的这个医疗制度的呃 就是改革的一些事件啊 那最近很火的一部电影叫做我不是要神对吧 啊这部电影其实呃就是 他主要讲的这个内容啊就是男主人公啊 因为他的一个动作他的一个行为 然后呢在一改的过程当中 这引起了社会的很多的一些舆论啊 讨论所以呢 这个一改其中某一个部分某一个事件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在 然后才进行改革的啊 因为那时候的那款药价格非常非常的高 而真实的那个主人啊 这个也是这个电影的这个主角 在现实当中是真有其人啊 这个人呢 他是开了一个这个手套厂啊 专门是做手套的 那么电影里面他不是病人 但是在现实过程生活当中 他其实真的是一个这个病人啊 是个白血病的一个病人啊 然后呢 这个药物现在这个可以实施这个金医保啊 然后呢 由医保来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报线 确有其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的新闻啊 产业性的主题 来自政策扶植或者产业升级的驱动作用 引发的行业性的投资机会 比如说互联网啊 5G啊 等等 所以你会发现所有的这种主题的这个策略 他都会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核心驱动的一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事件啊 可能是一个制度 可能是个什么 反正这是一个东西 围绕这个东西就会有很多的文章可以做 只要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事情 有一个信息出来 那么和这个信息事件东西有关的这些公司 就可能具备投资投资的机会啊 这个称之为叫做主题投资 好 第十一个知识点 主题投资的方法 实施主题投资的关键 有来于建立从主题分析 预期趋势的判断 投资目标选择啊 还有这个退出时点的把握 等这一系列的投资流程上的一个设计 在投资实施过程当中 要注意驱动主题持续的关键的变量 关注它的变化 随时调整相应的这个预期 好 第十二个知识点 主题投资介入时机的一个因素 催化剂 催化剂呢 是具有持续升温驱动力的一个因素表现 获得了这个市场认同的概率会比较大 一般的具有影响范围比较广 程度比较深 这样的一个特点 这是主题的一个催化剂 它就跟我们像质氧一样 就是它会化学嘛 大家都应该知道 对吧 这个有相应的催化剂 它其实是不参与反应 但是它是加速反应 加速你的这个反应呢 这样的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中介 一个媒介 爆炸性是什么呢 符合可行性客观现实 同时呢 至少理论或逻辑上存在巨大的成长的空间 还有信仰性 第一次出现在资本市场上的 新性命题 具有率先爆发和较高集中度的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这是这个是介入时机的一些因素 第十三个知识点 行业比较的目的 什么叫行业比较 先看概念 它是在界定行业本身所处的发展阶段 我们就学过这个行业的发展阶段 是什么 这个幼稚成长成熟衰退 是吧 还有呢 在国民经济当中 这个行业的地位 如果在初期 这个幼稚期 它其实是没有地位的 如果某一个行业到了成熟期 那么它才在国民经济当中 有一定的这个地位 同时对不同行业进行横向的比较 为最终确定投资对象 提供准确的行业的背景 是不同的行业进行横向的比较 纵向的比较 是同一个行业来进行比 横向的比的话呢 是不同行业来进行比 目的是什么呢 行业分析的目的是挖掘 最具有投资潜力的行业 然后呢 再选出 选出有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 所以先选好行业以后 再去选这个行业当中的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 那它跟前面的主题 跟这些东西有什么关联性啊 我们讲在实操过程当中 在实操过程当中 我们会去把握相应的热点 把握相应的热点 找到热点以后 我们看这个东西跟哪个行业有关 然后在这个行业里面去找什么 去找它的龙头骨 找它的龙头骨 什么叫龙头骨就是这个行业的 在市场份额当中 它占到第一位的 然后呢 投资进去 这是一个方式 这是一个方式 好 第十四 利用景气估值 进行行业的基本面的分析 和行业比较的基本分析的一个框架 行业景气分析 当行业处于不同的周期节点时呢 会呈现不同的市场的景气 称之为叫做行业景气 如果周期上升期的行业出现 需求旺盛 生产满负荷和满卖活跃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供不应求啊 反之呢 处于周期下降期的这个行业出现 需求萎靡 生产能力过剩 产品卖不出去 应收款增加啊 应收账款 应收款就是应该收到的货款 这个应收款的这个增加 也就是说 你还没拿到钱的这个数量 逐渐的增加 价格下跌和多数企业出现亏损的 这样的一些景象 那么这个就是周期在下降啊 周期在下降 景气指数呢 又称之为叫做景气度啊 他呢是采用定量的方法 就用数字啊 来综合反映某一特定调查群体 或某一社会经济现象 所处的状态或发展的趋势的一种指标 景气指数呢 通常是以100为这个临界点 范围是在0到200点之间啊 就是他会去计算 反正把它的指落到1到1 那个0到200 如果是高于100的表明 调查对象的状态处于上升或 改善在景气状态 如果某一个行业的景气指数 它是低于100的 那么它是处在下降和恶化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中金产业景气指数 是目前我国比较成熟和权威的 行业类的这个景气指数 它是经济日报社 中金产业指数研究中心和国家统计局 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 共同研究编制而成的这样的一个景气指数 第二个是估值 估值的话呢 通过绝对估值和相对估值 前面我们讲过了一个现金流的这个问题 对吧 现金流的贴线 这种就是属于绝对估值的方法 相对估值的方法就是利用什么 不同的财务指标之间的一个比例 然后呢 来进行相应的这个估值 这样的话呢 对整个行业来进行分析 但是具体在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会在第八章的股票里面啊 会详细的去讲 这个绝对估值和相对估值 它有两个章节 两个小节啊 第八章其中有两个小节 一个专门来讲 怎么做绝对估值 一个专门来讲 怎么做相对估值 好 第十五个知识点 行业板块绝对估值 和相对估值的概念 和它相应的这个计算的方法 绝对估值呢 又称之为叫做贴线法 它呢是通过对上市公司历史 当前的基本面分析 未来反映公司经营状况的 财务数据的预测 获得上市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 在具体估值模型上 有鼓励的贴线模型 折线现金流的模型 其中折线现金流的模型 又可以分为股权自由 这个现金流和公司自由现金流 还有呢 这个计算方法的话呢 我们会在第八章里面会讲 那么它其实讲到 你去计算股票内在价值 会有很多的财务数据 而去计算DDM也好 DCF也好 这个FCFE也好 这里面的公式 因为它是一个计算嘛 这里面的这个公式会 里面有元素就是这些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就是去计算这些值的元素 那因此呢 我们是需要获得相应的数据 才能通过这些公式 来计算它的内在价值 好 第二个相对估值 相对估值呢 又称之为叫做可比公司法 对公司估值时将目标公司和可比公司进行对比 用可比公司的价值来衡量目标公司的价值 相对估值法呢 最常用的方法是市盈律法 市经律法 还有净利润成长律法 这个后面会讲批一记啊 价格营收比例 企业价值法等啊 这个还有计算方法的话呢 我们在第八章的时候啊 再讲 第十六个知识点 行业的景气和估值变化的主要的一个影响因素 影响行业景气外的外因是经济周期 宏观经济指标的一些波动啊 我们讲的宏观经济指标这一章 前面有讲到过啊 各种不同的什么就业率啊 失业率啊 GDP啊等等这些啊 上下有产 还有像什么PMI啊 对吧 那个采购经济指数等等啊 CPI啊 上下有产业链的供需的变动 内因的是行业的产品的需求的变动 技术水平 生产能力 产业政策等等相应的变化 分析行业景气变化时 要关注的是什么呢 供给需求 价格和政策 这个政策其实是会影响到需求 需求的话呢 会影响到供给 或者说它同时会影响到供给和需求 然后呢 供给和需求就会影响到它的价格 好 那么这一章节的话呢 我们给同学们先讲到这边 我们先休息一下